1、2、3、4、5、6 6只米克斯在永安湿地吸水 你以為这是文芯片吗 仔细看看这些米克斯正在猎捕 不停挣扎的大藏肉 就像在永安湿地 曾经就是有蝶蛊 就是围攻大藏肉 那藏肉它在起飞的速度比较慢 除了藏肉 按钮人士也担心 一旁的黑面皮鹿遭攻击 被吓坏再也不来 因为黑面皮鹿被列为一级保育 属于全球平为物种 每年1到3月 就会出现在台湾湿地觅食渡冬 不止永安湿地流浪狗四窜 高雄且顶湿地也有同样状况 你当下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 鸭鸭出盼也可能只是为了一时好玩 从北部的华江艳鸭公园就曾经也是出现很大群的野狗群 然后再追逐野鸟 为了解决流浪狗问题 动物保护团体也会在附近捕捉流浪狗结渣 但这样的方法还是无法有效控制流浪狗数量 暗鸟人士几乎相关单位要重视流浪狗问题 才能让保育类野鸟不再被猎杀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